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面在相逢腹缺乏 等一下要請大家來發揮一下 這個是上一次我們的數據 然後有四個治療 每一個治療有二到三個補充 然後我們可以算出它的total來 grand total是62 然後呢平均是這樣 平均是這樣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數據呢 我們去這個狀 這邊 這邊 這個做什麼 不用化蛇天竹 都是錯的東西幹嘛 所以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anova anova 突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算這個 SS treatment SS L SS total 對不對 這三個 SS treatment 這個是SS treatment SS L SS total 好 SS treatment 加SS L 等於SS total 對不對 Dequery of Freedom 這邊有四個treatment 4-1 變3 然後 L呢 是六個 總共加起來是九個 三加六等於九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做了 MS treatment 就是SS treatment 就是SS treatment 就是Dequery of Freedom 變成MS treatment SSE處理上的Dequery of Freedom 變成MSE 這兩個相處 就得到F test 那麼假若這個F test去查表 是顯著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可以接下來 繼續去做這個train analysis 對不對 因爲什麼 這treatment呢 是數量級的 而且呢 是等間距的treatment 所以呢 我們假如把這一個treatment 劃到橫軸來 是這個樣子 一二三四 然後正軸呢 就是什麼 它的Response Response就是什麼 它的反應的這個Variable 就是我們這邊來的 所以把這些數據 點到方格子上來的話 就是這些白白的數據 這樣子 OK 那我們說我們可以做什麼東西呢 可以做它在 是不是有直線的 關係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算出來 對不對 是這個Q平方 是多少 是Linear的 然後我們可以算出來 是58 對不對 然後扣掉58以後 就是其他的 這個沒有 Others 所以這個是多少 58 9.6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說 你想要再繼續再分 當然可以是什麼 有直線的關係 有二次式的關係 有三次式的關係 有三次式的關係 然後Degree of Freedom 個別是1的 這是我們上個學期講的 還記得嗎 可以吧 可以吧 那我們得到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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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式的關係 是58 所以我們假如要來 好 這些有所不同的 這個平均值 這些Treatment的平均值呢 是有不同的 那是不是有直線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用了這個 得出來這個Q平方58 所以他的Degree of Freedom 等於1 所以他的MS 也是58 58 除以這個MSE 得出來的這個值 去跟什麼來比 F Degree of Freedom 是1 6 來比 所以他去查表 是查多少呢 查 這個 F 1 6 的表 是多少 5.99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5.99 所以呢 他比他大 比查表的F16 來大的話 所以他是 顯著的 顯著表示說什麼 他有直線的關係 好 這是 上個學期 講了NOVA的時候 然後 講到這邊 那麼 這一個學期 我們上個禮拜講到 我們做 回規分析 回規分析 也是在看兩個Variable 之間的直線關係 所以呢 我們把這樣一組資料 換成回規來做 對不對 回規來做的時候 X跟Y 各是什麼 Treatment 就是我們的X 回規分析 Y就是我們的Response 這樣來做 等等 這樣子 所以呢 就有一組資料 這組資料的N 有多少呢 N是多少 就是我們這邊的個數 對不對 N是等於10 這樣子來做 X跟Y的回規 做完了以後 我們也可以去做 這個回規直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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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ple Square的分析 那我們叫做 Analysis of Variance 也可以叫做 Analysis of Regression OK 好 那我們可以看 這邊的話 Source of Variation 有什麼 Regression Aral 跟Total 它的Sumple Square SSR 是多少 58 SSR 加上SSE 還是等於SSTotal 對不對 SSTotal 怎麼樣 這裡跟這裡 當然是一樣的 SSTotal 有沒有 SSTotal 就是Y的邊有多少 當然在兩邊 是一樣的 好 你看到沒有 這個 SS Regression 這個值 就是這個值 看到嗎 就是它的值 OK 好 所以呢 它一除 它的MS 這個也是58 但是它的TEST 是這個樣子的 OK 那它去查 Dequiel Freedom 是多少的呢 去查 Dequiel Freedom 這兩個東西 放在這裡 那我現在要問你 我都把它結果都做出來了 你也很會做了 OK 方法上很會做 但是呢 要把它變成你的觀念 所以 這裡面有什麼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在這裡 在這裡 看起來 看起來 這個是一樣的 沒有錯 它的Summer Square 是一樣的 而且都是在看它們的直線關係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 它圖的是這樣 它圖的是什麼 是這樣 它圖的是什麼 他們在觀念上 有什麼樣不同的地方嗎 想法上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來 加分題 來 這個是上次 請你們回去自己去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真的去做 不過這次我們把它列出來 幫你做好了 做好了以後呢 這個 純粹是計算而已 對不對 計算出來 擺在這裡 用你的腦子去想 所以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有時候會去做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數據 你是不是可以用這樣分析 但是呢 沒有人說你只能用那個分析啊 當你自己做了實驗以後 你手頭上拿到一個數據 你要決定你用什麼方法去分析 所以說不定有一個同學 他就用這樣去分析 另外一個同學呢 他就用 把它弄成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regration來分析 那這兩個分析有什麼樣子的 不一樣的概念 你到底用哪一個來分析呢 不是 你用了不同的東西來分析 有什麼樣子的不同的意義呢 來 有沒有人要來談一下 尼師妳要談嗎 要講嗎 好 好 如果是在抓底面是沒有關係 這樣的話是等於說要先做一件事 然後再做一件事 事分出來是先先 然後再做一件事 你是說,這邊的所謂的這個直線跟這裡所謂的直線是不同的兩條直線嗎? 在Graph上面是不同的 這兩條不同的直線,它是一樣的 所以SS才會一樣 來,好,隔壁的 就是,做這個隔壁的不是說另外一條,但是這只是看直接是怎麼樣的線 因為牛隔壁的你不知道它是否直接有關係 就是它們跟另外一條真正的關係 那個是它的副產品,在這邊直接做的時候 你就是會得到它的斜率 還有它的intercept,那個系數會出來 所以你有一個預測的直線 但是,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那所謂的這樣子的分析的話 跟這個分析到底有什麼樣子不同的地方嗎? 好 就是那個regression是支支度線性的關係 然後,那個anova那邊是 它是有加linear的線性跟其他的分析 所以它那個arrow那邊會不一樣 就是anova是學者們裡面有加linear的 然後可是regression的arrow是只有那個... 然後再加上anova treatment in the others 不錯喔 不錯喔 還有沒有人可以更在...更...更...進一步更清楚的 等一下,幫它加分析 等級一下 好,不錯喔,繼續 有抓到重點 有抓到重點,來 好 我覺得前面那個是因為它去的方式 然後,所以它regression 就是那個mse的regression 然後,可是如果畫成xy 它就是...它是有去的門區或是x 所以,那邊mse的複製會比較大 然後,注意一下它就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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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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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基本上是Folo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不過,沒有講出來 這個有什麼意思 這個跟...這個在anova的時候 看的這個是什麼意思 跟你直接做的這個是什麼意思 的不一樣 再做這個,又做這個 然後做這個 有什麼不一樣 挺,還可以再...講更...真清楚一點 那你... 那個.... 跟你ographical沒有 Drive 和直接做... 是... 你的A是誰 你的A是誰 X是你能控制的 以前半部抓到了 後半部差掉了 不對 好,來 因為我沒有說過 因為 雷龍華做了MF的結果 這是一個 什麼事情 但是, Regression做的結果 已經希望他的身材 是很現實的感覺 是對 但是大家都 我們都了解的嗎? 我們也可以幫他再講 是對的 但是有沒有更透徹的表達出來 更透徹一點 有沒有?還可以再發揮一下 還有沒有人願意再講一下 所以你知道你在做 ANOVA 是在做什麼東西啊? 然後做RECREATION 是在做什麼東西? 它實質上是在做什麼? 要你去畫圖的意思是 要讓你看看 譬如說有沒有特殊的一點這樣跑在那裡 譬如說這樣子 你假如是這樣子 有很多點都集中在這裡 只有一點在這裡 你直接去RECREATION怎麼樣? 好顯素的直線關係 對不對? 所以類似這樣的 或者是你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關係的時候 你去做出來RECREATION是怎麼樣? 沒有顯素的直線關係 但是這兩個分別之間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啊 它是怎麼樣? 二次式的關係 了解嗎? 所以像你要去畫圖 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你要去看看你的數據的PATTERN是怎麼樣 跟你的這個直接計算出來的數字上面 那個數字是不是可以去相信? 好,來 我沒有說要先做ANOVA 我只是說 對,有人會用ANOVA方式去分析,有人直接用REGREATION去分析,兩個有什麼樣子的不一樣? 可以用兩個嗎? 兩個,這個 就是要先證實了他,是會有人跟他說的兩個情報? 那兩個情報? 就是,撇清了他不是其他的關係,他有去不上的差異,就是之前在證明他的這些關係都不是其他關係的時候,有這個前提一下 所以你才做REGREATION,就是REGREATION,因為REGREATION已經有了那些在證明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做 沒有這樣的,沒有說這樣啊,你看看,我們在講REGREATION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說,那個,assumptures裡面,要先去看看怎麼樣子,然後你才可以去做 對呀,我們要從數據裡面來說,他們之間有沒有這個顯赴的直線關係 那個β是不是等於0? Eliot 了解嗎? 我們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算,要來證明說,β是不是等於0?還是不等於0呢? 可以 所以,就繼續想,只要腦子是在動的齁,都有希望 呵呵呵,腦子在動 對 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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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QF,加起來也是9啊 這個也是9 這邊也是9啊 所以,總共,都是有10個數據啊 記得問問問 spends 啊 但是二次,三次,你怎麼會有關係? 對,regration就只有講它是直線的關係 確定他有直線嗎? 對 但是二次,三次,你不知道 對 我覺得齁,大家都已經快要到了 到那個境界 就是已經遭到癢處齁 但是呢,還沒有直癢,你知道嗎? 還沒有這個 就是很痛快的說 哦,原來如此 懂嗎? 繼續想,差一點點 還有嗎? 有沒有人要說 剛剛沒有發言的同學鼓勵大家 講一講啊,想一想 沒有 沒有 他從來對著我笑,是不是想要講 沒有嗎? 等一下問你,你知道嗎? 不知道放哪裡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講到半天 哦,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你在分析的時候 那我問你,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要講嗎? 你們乾願讓我講嗎? 啊,你要講嗎? 你說說,前面那個 體訓管是知道 哦,這四個要寫出關係 就,Lina跟Other 是想知道 欸,他有寫出關係 就是 他會有 這兩個什麼關係 只先把他到寫出 跟Retrich他只想知道 他到底有什麼寫出關係 對,沒有錯 然後呢 對這兩個分析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後面一點點 前面那麼對 對,很好 差一點點 好 就是,Retrich他只要扯 我只要把他一看 對,沒有錯 他被保證之後 是那四個確認的時間 到底有什麼要寫出 他是直接想知道 他們的寫出來 或是 恩羅寶是 要寫知道他們的 十六個寫出來 然後再進去 或是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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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講的都差不多 我剛剛幫他加分 等一下也幫他加一加分 來 好 時間的關係 我講一下 希望不要壞了大家的性質 有什麼 這樣子 這邊 在做什麼? 這邊 你看看 你有幾個平均 對不對? 平均是多少? 十六四四 這是它的平均值 對不對? Y bar 由這些Y bar 要來看什麼? 這幾個Treatment的平均值 Mu 平均值 是不是一樣? Anova要看的是 是不是一樣? 這幾個Mu 族群的Mu 是不是一樣? OK 那假如不一樣的時候 那它可能包括什麼? 包括所謂的不一樣 是因為有這個直線的關係 或二次式的關係 或三次式的關係 總共加起來的那個不一樣 所以呢 Anova裡面在做什麼東西? Anova 我們把它畫一個大筆 SS Total 跟這一個 Regression這邊的SS Total 是一樣大的 對不對? 都是 99.6 99.6 但是呢 Anova那邊是怎麼樣子? 它有一個叫做是 SS Treatment 我們畫一下 它叫做 SS Treatment 還有一個叫做 SS Error OK 那這邊呢 有一個叫做是什麼? SS Regression 還有一個叫做 SS Error OK 那所以呢 Anova裡面在CAST的 就是用這個SS Treatment 去處理它的Degreeal Freedom 以後 變成這個MS Treatment 對不對? 這個MS Treatment 是在看什麼 這幾個平均值之間 是不是一樣 還是有所不同? 就是說有沒有不同? 然後假如有不同的話 那裡面還包含什麼東西的不同呢? 它是不是有 這三個加起來等於它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等於那個 左位的 不同? 假如有不同的話 那三個加起來等於它的不同 OK? Reformation只有怎麼樣子 這一塊 就相當於怎麼樣子 就相當於這一塊 Linear而已 SS Error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 它只管什麼? 我只管這裡面 是不是直線的這樣的關係式而已 所以這個SS Error 就相當於剛剛的這個 SS Linear 是一樣的一塊 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是什麼? 它把這些 當作是Error 不存在的 在Regration裡面 把它當作是Error 所以是怎麼樣子? 把這一整塊 都當作是Error 這一整塊加起來 就相當於是這裡的一塊 了解嗎? 它就 Regration裡面 它完全不考慮其他的關係 認為其他的關係是什麼? 都不存在的 是都叫做Random Error 了解嗎? 其他的關係都叫Random Error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這個Error是什麼? 41.6 其實是這兩個加起來的 你看到了嗎? 是這兩個加起來的 所以是怎麼樣子? 基本上觀念上是怎麼樣? 在Error 這兩個加起來的 它把所有可能的這些 這些趋勢的關係 全部都納在所謂的 不同的裡面 這個Anova裡面的不同是這裡 然後其他的叫做 SS Error 那這裡呢 反正其他都不管 我只管它是不是線性的 其他的東西都叫做Error 所以你可以想 要是什麼? 要是我這裡面 有所謂的 Quadratic的關係 是很顯著的的時候 那你就會怎麼樣? 我在這裡會發現它很顯著 然後出來的SS Error 會很小 對不對? 但是假若它們之間 有Quadratic的關係 我這邊只做Linear的關係的時候 我這個SS Error 會變很大 因為其實不是Random Error 這兩個包含了 它們之間的 二次或三次的關係 是在這裡面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Dquad Freedom也不一樣 了解嗎? 就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跟大家講說 前面大家都抓到了 對不對? 最後一個我要大家講出來的 就是說 這個 這一個被認為在這裡是SS Error 這一部分 所以萬一它是很大的的時候 在這裡就使它的SS Error 變很大 然後這個就不容易顯著了 了解嗎? 知道嗎? 了解 在這裡的話 它就把這些所有的關係式 全部都去除掉 所以在這裡面 所謂Anoma裡面 是包含這些所有的關係式 然後加在一起 所以它叫做是什麼? 它問的是什麼? 它問的是什麼? 這一個 這個F-test 上面這個F-test 問的是什麼? mu是不是不同? 管它是什麼樣子的趨勢造成的不同? 都叫做是 加起來叫做 是不是不同? 還是相同呢? 到底是不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那這裡問的是什麼? 那這裡問的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顯著的成直線的關係? 這個不同的直線關係造成的不同? 聽得懂嗎? 可以接受嗎? 最後那一點點五分沒有給你們可以心服嗎?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說明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做的是什麼 Anoma 然後接下來去做的是什麼 所以有沒有可能這邊的test是比較糟的? 有 有沒有可能這邊的test比較糟? 也有可能 為什麼? 它的degree of freedom少掉了 假如這個真的只是random error的話 它的degree of freedom少掉了 對不對? 對 這邊的話 這個F-值不一樣 這個F-值 你看到沒有? 這個F-值是不一樣的 這個F-值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除了MSE不一樣 兩個的MSE是不一樣的 這邊的F跟這裡的F 兩個除的MSE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的MSE是這個 這個的MSE是這個 MSE不一樣 Degree of freedom也不一樣 去查表的Degree of freedom也不一樣 但是上面的MSE是一樣的 但是上面的MSE是一樣的 OK? 好 因為呢 兩個所代表的眼光 什麼叫做Arrow的眼光 是不一樣的 它這邊把其他的所有東西 都認為是屬於random error 後不籠統 全部加起來 變成Renom error 了解 好 那我們這個就講到這裡 那接下去要進入一個新的方園 今天有一點 時間上有一點感 好 我們今天要進入的新的單元 叫做是複音子試驗 然後叫Factorial Experiment 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複音子 複音子 複音子就是多個音子 複音子 多重的多個音子 叫做複音子 那什麼叫做單音子 什麼叫做一個音子 那單音子的話 就是請你回想一下 我們上學期教的 one way的anova 叫單音子 前面我們不是講過 那個叫做one way的anova 好 是不是 那所謂的複音子就是 two ways three ways 兩個方向 或三個方向的 就叫做複音子 就兩個 三個 那什麼叫one way one way 就是彎一個音子 好 那什麼叫做one way 我們上學期講的anova 是怎麼樣 我們想要知道什麼 啊 飼料 對小豬增重的影響 那麼飼料 它本身就是一個音子 那在這個音子之下 有幾個不同的level 譬如說飼料是怎麼樣 百分之十的蛋白質 百分之十五的蛋白質的飼料 百分之二十的蛋白質的飼料 有三種不同的飼料 所以呢 在這個飼料的因子之下 有幾個treatment level 然後去做出來的這個試驗 然後每一個treatment level之下 給它重複 然後去做出來的這個試驗 叫one way 一個音子的試驗 那這個一個音子 你也可以是什麼 溫度 對小豬增重的影響 好 那溫度 溫度 你也可以是什麼 我要把這些小豬 養在什麼 二十度C 二十五度C 三十度C 不要癢 太熱了 來 這三個溫度之下 來癢 那些小豬 然後 這個有重複 N 等多上 這樣 好 這個也是單因子 對不對 因為什麼樣子 溫度本身就是一個因子 在這個溫度這個factor 就是這個因子之下 溫度的label 有好幾個 然後這樣來做實驗 就是叫做單因子的試驗 或one way的anova 乍絕型 我們講的就是這個 那我們今天開始要講 副因子 就是什麼 這個因子有一個以上的 叫做副因子 這個因子有兩個以上的話 其實它用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就像上一次我們做one wayanova 上台報告的時候 有沒有 我同學做的 我們說什麼樣子 我們說哪一組的 我們說 誒 去做副因子是很好的一個試驗 所以是怎麼樣子 我們舉例來講 好了 類似像什麼樣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要去種果樹好了 要去種橘子樹 橘子 層區 吃褻 吃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肥 可能有 肥料有abc 3個level 三種不同的肥料 這是一個移子 然後 吃褻的以後還有什麼 橘子的品種可能是不一樣的 品種也有不一樣的 就是甲、乙、丙、丁 四種品種類似這樣子 然後怎麼樣子 我們想同時看說 這個不同的品種 還有濕了肥以後 它的影響是怎麼樣 但是這裡要請大家注意 除了這兩個因子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variable 你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它的反應 它的反應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why的意思 它的反應是什麼 你用的這兩個因子 要用什麼東西來衡量 這兩個因子的影響 或它的效應呢 就是我們的response 譬如說在這個動果樹的這個 你可能說什麼 橘子的收穫量 這個收穫量 所以收穫量是多少 所以收穫量是多少 這個就是兩個因子的 兩個因子 我們還可以舉什麼東西 譬如說是 你要烤蛋糕 你想要開蛋糕店 烤蛋糕越大越好 對不對 你的response就是什麼 蛋糕的大小 你要怎麼打烤呢 你想說有不同的配方 它的配方有幾種 有兩種配方 或三種配方 配方本身就是一個因子 還有什麼 烤的時候的溫度 有兩個溫度 有三個溫度 這兩個 然後response是什麼 它高的size 烤得越大越好 還有什麼 很多 譬如說你那個 你是做某個化學產品的 你可以看它的什麼 然後我這個溫度 是怎麼樣子的 還有是什麼 你的那個 它的這個過程 是哪幾種的 哪幾種的過程 然後出來呢 產量怎麼樣才會最多 類成這樣 所以呢 這樣子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兩個因子的意思 那它做的兩個因子的實驗設計 你怎麼樣設計它 兩個因子的時候呢 所以你就知道 你有兩個因子在這裡 對不對 有它的level 有這樣子 所以總共加起來 有幾個treatment level 總共加起來 有幾個treatment level 就是兩個因子的level相乘嘛 對不對 譬如說第一個因子 它有三個level 第二個因子 有兩個level的話 所以總共加起來 有幾個level 六個啊 3乘以2 6 什麼意思呢 飼料 10的有20度C 有25度C 15的有20度C 25度C 20的有20度C 25度C 所以呢 幾個level 六個level 你假如是 這邊有四個level的話 這邊有兩個level的話 兩個因子 去湊起來的 就有幾個treatment level 4乘以2 有八個level 知道嗎 然後在這個八個level的時候呢 譬如說是什麼 你10%的話 20度C 10% 25度C 還有呢 15% 20度C 15% 25度C 20% 20度C 20% 25度C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25% 20度C 寫不完 OK 好了 還有25% 25度C 對 4乘以2了以後 有幾個treatment level 有八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變出來是八個treatment level 那八個treatment level之下呢 你這個要有重複N 就類似我們的one way裡面 有這個重複N一樣 所以這些N呢 怎麼樣子 你就要用多少個N 8乘不上N就是8N個 你要去找8N個subject來做 了解嗎 然後這8N個subject呢 是Random的給他 在這個 裡面 的時候呢 就是二因子的試驗 那你假如想說 那我能不能用二因子加block 兩個因子的block RVD的設計 可以啊 兩個因子的block 其實是怎麼樣 我這所謂的N個的的時候 是怎麼樣 我第一個N個的時候 這八個是怎麼樣 屬於同一個block 有共同的因子 然後再Random的給八個 了解嗎 第二個重複也是這八個 然後再給他的 然後到總共有N個 這樣子的時候就兩因子的block 那我們沒有要做一個 但是你知道說 這個整個的實驗設計 是可以這樣子擴展延伸開來的 了解嗎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只有兩個因子的 什麼樣子呢 縫積的設計 就是所有的個體是Random的 所以我們可以提供到這些 治療裡面去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叫做 GRD不是RVD的 是Complete Random Design 是Complete Random Design 完全縫積的設計 Complete Random Design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兩個因子的完全縫積設計 就是CRD的設計 OK 好 所以兩個因子的縫積設計 這等於兩個因子的treatment label 你把它相成了以後 然後每個label的replication多少 所以你要去找那麼多的N來 然後縫積的把它放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接下來你大概就問 老師 看起來有一點麻煩的樣子 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新的東西 這個難道不行 說我要做這兩個因子 然後我就去做單因子的試驗 這個做了 然後再做這個單因子的試驗 我做兩次單因子的試驗 可以嗎 是不是就相當於我做一次這個 兩因子的試驗呢